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SH豬仔 現在是中午的1點鐘 哭的1點鐘 很多錶迷應該吃完飯或吃飯 吃午餐 豬仔同樣都是拍片陪伴大家 鏡頭前面這隻就是 星神的C7 復古機械系列 我豬仔很喜歡這隻C7系列 除了它的顏色 特別之外 還有它是dayday 我喜歡它是星期日力槍 分開放的 一隻復古機械錶 有兩隻配色 第一個配色是藍色 藍色配色是補藍色 做了放射性文錶盤 其實這隻補藍色 為何和封面的照片不同 它原先是配黑色皮帶 另外一隻是彈簧黃色 一個很清晰的顏色 先講一下藍色 藍色放射性文錶盤 是補藍色的錶面 復古補藍色 原先是配了黑色皮帶 原裝 豬仔訂了一條銀色鋼帶 之前訂錯了 尺寸 所以不如放進去 拍片送給大家 如果要補藍色的錶迷 就多一條錶帶 多了一條鋼帶送給他 但我現在上了鋼帶 原裝是皮帶 原裝的 鋼帶也是 一隻星神 為何這麼喜歡這個C7系列 就是它的布局上 很復古很漂亮 十二點位置有個升旗槍 簡寫 做了白底黑字 同樣三點位置有個日力槍 都是做了白底黑字 但有沒有留意到 十二點位置的升旗槍 很復古 一個多邊形拉絲花紋 十二點位置上面寫著Citizen 也是做了復古的紙釘 你看到它 那個紙釘很漂亮 就是波浪船片紋的波浪紋 十二點和六點的紙釘 就是特紙的紙釘 然後用了藍色的放射性紋 標盤 以及用了復古的拱形玻璃 圓邊的位置做了不鏽鋼光身的標圈 標腳位置也做得挺漂亮的 標腳位置做了拉絲間炮鋼 標觀位置擺在三點位置 一個復古補藍色 先看看另一隻顏色 另一隻顏色是彈黃黃色 這顏色很鮮明的顏色 如果兩隻顏色我真的要選一隻 我可能會選黃色 因為彈黃黃色的手錶 應該是比較少這個顏色的手錶 很漂亮 你看到十二點位置同樣有一個简寫的logo 简寫的… sorry 英文升旗简寫的時槍 做了白底黑字 同樣也是 彈黃黃色的放射性紋標盤 你看到時分針加上黑度後面的點點 都有夜光 一起來看看夜光 夜光也挺漂亮的 當然不會太強 始終夜光只有一點點小 復古的手錶 如果太大的夜光 反而會破壞了字釘的造工 打側一點點看 字釘是不是很立體 加上復古拱形玻璃表面 有沒有留意 從軸心向外 有一個十字 打了十字形的紋路 好了 錶腳位置同樣也是 值得欣賞一下 就是錶腳位置做了拉絲 延伸的旁邊部分做了一行光芯 然後旁邊也是做了拉絲 這個線條感很好 做得很漂亮 這個拉絲膽 不像一隻便宜錶 好了 接著我看看錶帶 錶帶也用了一條實心的不鏽鋼錶帶 也是做了拉絲花紋 星辰這個帶也不錯 挺紮實的 整隻錶都有些手感 它的規格是135克 我們一齊等下看幾克 錶扣就沒有做微調 留意一下錶扣是小的 上面也有CITIZEN的Logo 在這裏 不過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有半格 有一格 一格這麼大顆 這個手指指著這裡 半格就小顆 有兩格半格 分別左右兩邊 就可以調節 雖然沒有微調 但也可以調得到 好了 先看看錶底 錶底做了一個螺旋式 陷入底蓋 一個C7系列 也寫著8200的Miotar機心 日本機心 WO5個BAR的防水 Stainless Steel 陀位呢 就做了這個 噴沙的 噴沙的 也挺漂亮的 看到透視陀 也有看過正符 可以調快晚 在這裡 好了 這兩隻錶 有個分別 整隻錶除了顏色分別之外 其實這兩隻錶 雖然是同一個款 都是C7 但是他們採用的8200機心 是有分別的 為什麼呢 這隻藍色 8200這隻機心 本身是沒有停秒功能的 這隻 星神的機械錶 但是藍色就沒有停秒 同樣也是 踢起了錶關之後 我們嘗試向下轉動 順時針方去教時間 都是半格教星期日零 但是這隻色就沒有停秒功能 而彈網黃色就有停秒功能 所以各有千秋 有些人真的一定要停秒功能 藍色就沒有 但是藍色就送多了一條鋼帶 因為原裝是皮帶 送多了一條鋼帶 黃色就沒有了 黃色本身跟鋼帶 好了 各有千秋 但是黃色就有停秒功能 彈網黃色 向下轉動 順時針方的教時間 教到六點多鐘 那手錶很好 教的時候很有吸絕力 還有搖一下它 踢起了 沒有虛位 半格就教日力 手感都很好 輕微達達聲 一格一格跳 那教完日力之後 教星期 半格半格 半日半日跳的星期 對 那教日力就一格一格跳 好了 教完之後 按進去一個拉推管 好了 那錶扣錶帶也看過了 那整隻錶的總重量 綁一綁給大家看一下 那 鋼帶呢 換了之後 它就寫135個gram 那我綁一綁 看看多少 那我綁出來 就138.8個gram 138.9個gram 那它的規格就寫135個gram 所以整個錶其實都有些手感 好了 那這個錶就一隻 復古的C7系列 有彈簧黃色 還有這個 補藍色 兩隻色的尺寸 鋼型 錶面 都一樣 8200機芯都一樣 但是 一隻有停秒 一隻沒有停秒 那我覺得近年 星神可能 星神的Milota廠 有二張的8200機芯改進 所以 它現在做一些測試 我覺得 可能是 因為 在星神的PRX 之前朱仔也有介紹過 都是有些有停秒 有些沒有停秒 但是我手上這隻 就是 一隻 有停秒 一隻沒有停秒 40mm的標徑 你看我量了出來 厚度 連著玻璃 是12.9mm的厚度 那個 凹凹凹凹 是46 46 好了 嘗試戴上手 給大家看看 一隻復古的C7系列 彈簧黃色 如果你喜歡 鋼型一點 特別一點 看上去 每天都好像 黑黑笑的顏色 可以選擇彈簧黃色 但你喜歡 平淡一點 平平實實的 復古的藍色 補藍色也挺漂亮的 好了 朱仔推介 這隻 復古的C7 自家機心 機械錶 Milta 自家機心 DD 究竟多少錢呢 好了 藍色送多條帶 跟黃色一樣 價錢一樣 兩隻都是 藍色朱仔推介 黃色朱仔推介 1268 1268 這個錶本身 建議零售家 我先上網看看 我先看看 大概的價錢 就是 藍色就是 這個 連皮帶 本身就是 1880 1880 而黃色 鋼帶 不鏽鋼帶 我先看看 2380 2380 是的 朱仔推介 一樣價錢 1268 藍色還送多條 皮帶 還有兩條帶 1268 除2380 就是 53折 非常超值 非常超值 說到這裡 每次都想起錶迷 告訴我 他在外面買 不知道哪裡買 他說過了 不爆那間錶店的名字 他說 我外面是VIP 買六幾折 五三折 五三折 好 喜歡復古 C7系列 的 你 可以在封面 找朱仔 Whatsapp 告訴朱仔 你喜歡彈簧黃色 還是藍色 彈簧黃色 有四隻 藍色 我有兩隻 如果喜歡的標迷 可以在Whatsapp 給朱仔也可以 告訴你 你喜歡這隻C7系列 想在佐敦 怎麼拿 1268 這個日常的 復古C7 希望你喜歡我的推介 下集見 拜拜